怀旧大剧带你重温经典 1994年武侠电影到了最后的辉煌期 在这段日子里拍出了不少让人记忆深刻的电影 新火烧红莲4便是其中之一 新火烧红莲4由徐克监制 林领东导演 1928年 第一部火烧红莲4公映后广受欢迎 据说出现了万人空巷的盛况 三年之内内地续拍了18部续作 仅凭这一点 红莲4传奇足以与黄飞红传奇相媲美 在清朝雍正年间 作为反清复明起源帝 少林寺遭到了皇帝派兵绞杀 少林寺被灭 清明疯狂的焚烧经书 少林弟子被绑在寺门前嘴里念着佛经 祈求着佛祖的原谅与降临 而另一边 方氏玉和智能师叔策马奔驰在大墓上 蜻蜓鹰犬雪笛子在后率兵追杀 荒漠的风沙吹起二人蓝绿的衣衫 扑笑苍茫险性的淋漓尽致 正在你追我赶之时 体力不值的师叔摔下了马 方氏玉赶紧下马搀扶 可师叔还是摔伤了脚踝 此时追兵也出现在了二人的后方 方氏玉将师叔驮上马 准备自己留下为师叔断后 在师叔责备方氏玉之际 追兵已经赶到 只见方氏玉眉头一皱 将大刀从刀鞘抽出与追兵打作一团 方氏玉一人对阵清兵兵马 他在清兵之间灵活地闪躲着 每一刀都在追兵们的身上 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一时间马头 人头横飞 鲜血直冲天霄 可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方氏玉被追兵团团围住 此时师叔也赶过来帮忙 方氏玉一看情况不对 将一名追兵斩杀后 妥骂而逃 为了逃避追兵 二人躲进一间茅草屋 发现有一名女子躲在屋内 女子叫豆豆 是桃荒躲在这里 如同狗鼻高耀般的清兵 最后还是发现方氏玉等人 只听几声炮响 清兵将破屋轰得断臂残垣 师叔也被碎砖压住 方氏玉嘱咐豆豆照顾师叔 之后方氏玉又再次与清兵们 缠斗了起来 战场上飞沙走石 刀光剑影 卑鄙的雪狄子将不会武功的豆豆 情注威胁方氏玉 善良的方氏玉只好放下武器 被清兵升起 师叔被雪狄子一刀了结了生命 豆豆与方氏玉被抓到了红莲寺 红莲寺与其说是寺庙 不如说是地牢 寺门口满是骷髅和残枝断臂 红莲寺外阴风大作 寺内戒备森严机关重重 这里由清廷走狗大将军 神功掌管 被俘的数百名少林弟子 皆求幸于此 过着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 神功本是皇帝的示威大将军 兢兢业业中心不二 可当他发现自己生了不少白发时 他明白了一切都将随着死亡而失去 人生要及时行乐 所以才自愿调到了这个无人管的地方 做他的小皇帝 可以无法无天 没有人可以不顺踪他的意志 神功手下还有雪狄子和翠和两大护法 都是心狠手辣的高手 方氏玉被雪狄子带到红莲寺中关押起来 与众多被俘虏的少林弟子当作奴隶 苦功 而天生丽之的豆豆则和英美貌 被雪狄子献给神功 就这样几天过去了 在一次劳作中 负责监察的亲兵们正在欺负一名少林弟子 不甘被压迫的方氏玉一脚踹向了 亲兵与之打了起来 打斗声引起了雪狄子注意 气氛的雪狄子赶到后 和方氏玉相约生死台决一死战 而狡猾的雪狄子明知不敌方氏玉 就让投靠了神功的少林弟子 红西关与方氏玉进行生死决斗 而红西关正是方氏玉的大师兄 生死台上 只见鬼魅击鼓 被神功劝养的圣女咿咿呀呀的怪叫人 神功抽着烟枪坐在太师椅上 饶有兴趣的观望着 方氏玉与师兄红西关大打出手 方氏玉使出赫海乌鸦 大师兄一手鬼虎神功练得出神入化 师兄弟两人上演虎鹤大战 两人攻力雄后请示手一抬脚一蹬 便是目断实裂 二人欲战欲裂 不料石台不稳 方氏玉低入石坛之外 石台之下满是尖刺 坐在神功身边的豆豆也不禁关切的呼出方氏玉的名字 说时时那时快 大师兄及时抓住了方氏玉的肩膀将其救了上来 二人再次登台 鼓吓双刑 大师兄虎爪向前急抓 可方氏玉比他更快 只见方氏玉抓住机会虚晃一拳 出腿为时 一脚踢中大师兄 方氏玉再次向前逼近大师兄逼到了台边 双方互相对决 请招拆招 大师兄趁着方氏玉的空荡 双拳便爪紧紧的擒出了方氏玉的胳膊 二人失去重心掉下了擂台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 师兄二人共同使劲相互配合跳回了台中 这时坐在太师椅的神功看不下去了 掏出一张画有红莲寺地图的绸布看向红膝关 原来红膝关假装归顺 只是为了摸清红莲寺的地形与陷阱 然后再想办法救出少林弟子 可惜被神功识破 红膝关见自己的意图已经被识破 便于方氏与联手突出重围 二人大开大合 在清兵之间游刃有余 其他师兄弟也抓住时机奋勇反抗 一时之间红莲寺内兵器碰撞之声 怒吼声哀号声不绝于耳 神功见少林弟子反抗便起身逃往安全的地方 清兵这些瞎兵蟹将又怎是少林弟子的对手 清兵被打得急急败退 四处逃窜 就在少林弟子即将突出重围时 清兵启动了寺内的机关与陷阱 刹那间少林弟子底下的铁锹裂开 将众多少林弟子困进了地牢 神功在地牢上方得意地看着他们 而另一边 侥幸逃脱的师兄弟二人物打物状跑到了神功的寝宫 方氏玉见到了被锁链锁着的痘痘便前去救人 可没想到神功的第二个大护法 翠和早已埋伏在一旁 与方氏玉打坐一团 又是你 红西关也急忙助阵 在打斗中翠和被掉下来的床梁砸断了腿 对翠和有爱慕之意的红西关赶忙将其救出 此时方氏玉也去解开痘痘身上的锁链 但没想到连这里也有机关 逗逗与方氏玉调入到了神功设计的藏尸洞中 红西关见方氏玉中计又破解机关无果 只好和翠和逃离 满是陷阱的寝宫 原来翠和与红西关互相爱慕 翠和更是带着红西关前往红莲寺储存火药的库房 可正当库房就在眼前时 翠和不慎掉入机关失去了生命 红西关也没能抓住翠和 只是抓到了翠和的面具 红西关进入到了火药库后 拿出了大量的火药库 编一把点烟的火药库 他一路上边跑边炸 此时红莲死摇摇欲坠 火光冲天 地牢也被炸开了一个大洞 少林弟子迅速的逃出地牢 寻找红莲死的出口 而红西关则去寻找方氏玉 而这一边掉入藏尸洞的痘痘 与方氏玉碰到了来堵截二人的雪狄子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雪狄子和方氏玉打斗了起来 一阵缠斗后 雪狄子不敌方氏玉便转身逃跑 方氏玉急忙追去 留下痘痘在洞中等待 方氏玉与雪狄子你追我赶 边打边跑 最后雪狄子被熊熊大火所吞噬 解决完雪狄子 方氏玉便转身去接痘痘 可痘痘已经不再藏尸洞内 无巧不成说 这时红西关方氏玉境同时与神功碰见 神功率先出手 直指红西关的命门 红西关手持长枪可谓是一寸长一寸血 将神功一枪打翻在地 正当红西关向神功一枪刺取之时 神功气沉丹田气功外放 将红西关镇开 神功不愧是大将军 混元气功练就的登峰造极 方氏玉与红西关都不是对手 神功以比为气 先进无法无天之功法 一招招无边无际 无穷无尽 无上神威 无我境界 招招都是比气杀人 但方氏玉与师兄二人同仇敌忾 合作无间 二人你来我往与神功周旋 方氏玉趁神功与红西关打斗时 不注意将墨汁泼进神功眼中 红西关见此机会 捡替地上的铁链绕至神功身上 与方氏玉一同将神功吊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一阵爆炸声响起 掉落的石块击中了神功 结束了神功的生命 原来另一边 少林弟子正在用火药 炸开红莲寺的墙体 因火药威力太足 整个红莲寺都震了起来 炸开了出口后 少林弟子和方氏玉二人 赶忙逃出室外 所有人逃出红莲寺后 整个红莲寺燃起了熊熊大火 可方氏玉逃出后 发现豆豆还在寺内 最后再入红莲寺 将豆豆救出 实际上整场电影下来 情节都是极为简单的 魔头囚禁少林僧众 掠夺迷女之神干尸 方氏玉和红机关 打破冲冲机关 炸毁红莲死蘑菇 杀死魔头 期间发生了两段 各自的爱情 一个美满 一个七彩 影片似乎更加侧重于 营造一种私利求生的快感 观众欣赏的重点 不在于徐克市的豪迈与狭义 而是人面对死亡时候的恐惧与无助 逃生时候的解脱与轻松 可以说整个片子的基调 都是比较黑色的东西 而无论是开场沙漠里的追逐 还是末尾的决战 与同期的武侠电影相比 都欠缺了一份豪气 但是不难看出 徐克的提点 使得林领东的剪辑上 下了足了功夫 几场打戏有着徐氏特殊的印记 急速的节奏和扎实的过招 毫无拖沓造作之嫌 动作戏拍得更是一流 几场打斗场景 行人流水 打斗动作中 没有很多的重复镜头 招式霸道凶猛 还是让人看得酣畅淋漓